文化是过往历史的基点 是时代发展变化的见证 时代的变化很大程度 依赖于技术的进步 比如说饮食文化 最早想要把食品长期保存 只能是通过自然干燥的方式日散 后来随着干燥加工技术的发明 食品的种类开始变得丰富起来 最令我难忘的是方便面的兴起 难忘我们在大学宿舍里 七个姐妹分喝一包方便面汤的趣事 那时候的观念与今天大不相同 觉得味精的味道 好鲜好鲜好好喝 穿的衣服觉得那种化鲜之物 要比棉制品更时髦 甚至觉得工厂的那大烟囱很壮观 那是工业化的象征 是发达的象征 后来呀人们吃饱了 开始想要吃得可口 吃得舒服 再后来呢又想吃得健康 吃得长寿 时代在不断的变化 于是想味精呀化鲜呀 打烟囱呀成了一种落后的象征 可是谁会想到突然来袭的新冠病毒 彻底改变了世界 食品不仅需要新鲜健康美味 还需要便于保存 于是新技术 酥冻食品应运而生 超越了过去冷冻食品的概念 成为新的流行 餐饮业纷纷退出拿手菜冷冻样品 最令我惊奇的是 鲜鲜面竟然出了速冻品 关于鲜鲜面 这个字是打不出来的 至于这个字的来历呀 还有不同版本的传说 最著名的一个版本 就是穷秀才造字 说呀 很早很早以前 有一个穷秀才 在赶往古都咸阳的路上 路过一家面馆 听到里边传来 砰砰的摔面扯面的声音 越发感到饥饿 于是忍不住就走进面馆 吃了一碗色香味美的裤带面 所谓裤带面 就是陕西的一种特色扯面 宽度像裤带一样宽 吃完后 因为他的口袋没钱 所谓的囊中羞涩 无法付账 于是说要为店家提字 以此作为面钱 店家同意了他的做法 于是他按照店家 做面时 响响响的声音 造了一个笔画最多的字 而且一边写一边口中 念念有词的 赶上自己生活的艰辛 路途的坎坷 一点飞上天 黄河两边弯 八字大张口 盐子往里走 左一扭 右一扭 西一长 东一长 中间加个马大王 心字底 月子旁 留个勾搭 挂麻糖 推个车 走咸阳 他写下了一个 饼字 从此成为美坛 油泼辣子 饼饼面 成为陕西的名食 所谓的油泼面 据说起源于明代 至于饼饼面 是何时得名的 没有确切的说法 油泼面 它是陕西的一种 特色调味面食 吃起来又香又辣又鲜 爽口过瘾 正宗的油泼面 它是将手工扯面 约青菜或者是豆角 一起在大锅里煮 煮熟以后 捞出来放在碗中 夏天可以过下凉水 冬天的话 直接把热面捞入碗中 然后放上一些花椒粉 辣椒粉 盐等佐料 最最重要的是 在这些佐料上呀 浇上一勺 鬼烫的菜籽油 这就是 为什么叫 油泼面的原因 最后呀 调上一点酱油 一点香醋 就可以开吃了 今天不仅在日本的东京 有了好几家的 饼饼面实体店 竟然还出了 冷冻的饼饼面 过去说呀 秀才不出门 而贬之天下事 如今是呀 人们不出门 便时 秀才 饼饼饼饼面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收看 那么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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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